大家都还记得湖南卫视的变形记吗?变形记是湖南卫视一档生活类角色互换节目,拥有两个不同家庭环境的人农村娃和城市娃互换身份,体验对方的生活,感悟生活的真谛。 很多人一开始觉得这是一档非常具有教育意义节目,但是看到最后非常让人失望,那些农村主人公去到城市之后,再一次回家时却让父母们痛苦不堪,而节目组挑选的农村主人公都是来自偏远山区的一些地方。 从节目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家庭的惊奇条件,真的是低到让网友们超出想象,并且这些孩子的父母们有的会为了生计把孩子留下独自去外面打拼赚钱,而这些长期独自一人的孩子们,也早早的就养成了独立自主的习惯了,为此也让他们在节目播出后直接收获了一大波好评。 而那些从原本贫困落后的山村,一瞬间到了十分繁华的大城市,看到了许多自己原先联想都不敢想的东西,而一旦自己想要的东西,城市的父母想都没想,直接帮自己买下了,这简直和他们的亲生父母天壤之别啊。 而面对如此大的落差,使得那些心智在逐渐成熟的孩子们没办法很好地去承受。 而自己回到家后,看着空空如也的家,再回想自己原先在城市的富裕,内心难免会想自己为什么自己可能用尽一生都追求不到这些,而别人一出生就拥有了。 而对于内心的这种不平衡,也让这些拢生孩子们的心态直接发生了变化。 而对于自己的家自己的父母也产生了一种抵触的情绪,想要再次回到城市的那个家中,想要找城市爸爸。 其实这当中最为痛苦的还是父母,面对孩子们这么大的转变,自己真的是痛苦不堪,这根本就是违背了自己一开始的初衷。 节目过去十年后,节目组在一次对农村孩子的父母进行采访时,父母们称,特别后悔当初让自己的孩子参加这当节目。 等他再一次回到我们身边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变了一样,反感我们还和我们产生了隔阂。 而节目组对两方的孩子一开始的设定是好的,只是希望他们能够为此变得更加优秀而已。 不过就目前看来,城里的孩子们似乎已经达到了,可是农村孩子们的表现,却有点是一月位了。 这也是节目组所考虑不周到的地方,而有些孩子本来就因为自己的家庭环境落后,所以有些要强的心理。 之后又看了那些富裕的家庭之后,从而使得他们的心理防御线直接被击破了。 对此,现在的他们已经不能够再面对社会的现实。 同时也希望节目组能够正确地去引导这些孩子,让他们脆弱的心灵得到安慰。 假如让你去参加变形旗席的节目,你愿意去吗? 对于这件事情,你们怎么看?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哦。